欢迎来到本周的V生命灵数 大家好,我是Wendy 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生命灵数九宫格 我们最后一条连线咯 六八连线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六八连线所代表的意涵 以及它的人格特质 同时也要来跟你分享如何跟有六八连线的人相处 我们要来先跟大家分享六和八 这两个数字分别的意涵是什么 六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是你有高包容性 同时主动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也很享受规划的过程 八这个数字呢代表你有超高的行动力 并且你是追求进步的人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让你感受到 我是一个天天向上的特质 也会让你觉得自己非常非常有成就感哦 所以综合以上两个数字啊 我们会说六八连线也叫做诚实线 有没有最后连线的人 其实你是非常在意人家对你的看法 你非常讨厌人家误解你 所以整体来说你的个性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亲切 温暖善意度很高哦 所以六八连线的人对自己认定的人会非常非常的好 同时你也愿意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一起分享 一点都不会藏私 在某一个程度上面也相信和期待自己 用一个很真诚的态度在对待别人的时候啊 他也能够获得一样的回应和被珍惜 因为愿意把心真诚的分享基本上是他表达 看重对方态度的跟诚意的表现 如果没有得到真诚的回报他会生气吗 他会很难受 他就会陷入一种难过的状态 因为六和八某一个程度 他们都是追求完美跟希望了解为什么 他会更用力的去尝试 更用力的去付出 直到他找到答案跟你有同样的回应位置 大部分我先说大部分的状态 你的特质其实是很主动 而且在释放善意这件事情 其实你没有觉得这叫愿意 你会觉得说就是我天生愿意做的事 就你血液当中就是愿意释放善意的想法 互相帮助 其实某一个程度你也会觉得说 怎么会有人不愿意互相帮助呢 对外联系的人在潜意识当中 他是没有活在这个地球上是不是 我觉得某一个程度是因为他们太希望 能够是公平的对待 那个公平当中其实是不藏秘密 不要有任何不相信的事情 我觉得整件事情是他们的期待 在整体的状态当中 其实会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很正向啊 你也不太计较乐于分享 你们自己的内心 其实因为太希望 在你认识的人的面前 拥有一个好人的完美形象 所以你会一直很追求诚实 因为你觉得只要你诚实 你就是完美的人 因为你没有骗嘛 但是你知道过分追求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蛮累的 只要是人 他一定会有自己的想法啊 观念啊 甚至是多少都会有一些些的私心 所以如果说你为自己多想一点 都会让你觉得说 啊我不是一个真诚的人 啊我这个是一个欺骗的行为 我个人觉得有点太过了 太重了 建议有六八连线的人 真的要开始对自己好一点 以及啊你要相信 如果是你真正的朋友 一定会接受你真实的样貌 就算你犯错了 那又怎么样 你就是我的朋友啊 我们可以理解 甚至是陪你去面对过错 只要你愿意 在下一次当中越来越好 这不会影响到 所谓的友情分数 六八连线的人会觉得说 他在别人的心中 其实可能是有一个分数表 所以如果说他今天没有做好 别人就会扣他分 他做好别人就会加他分 但我觉得这其实并不是友情最原始的交往的样貌 你一定要相信 只要你真诚的做自己 对的人永远都会在你的身边 这样长远下来 你才会拥有真心的朋友 而不是只是跟只能接受你好的那一面的人交往 如果你交往的对象 知道你有六八连线 或是他很会操控你的时候 其实你很会很容易变成别人的棋子 去帮他做很多的事情 因为你很诚实嘛 同时你又希望得到他的渴望回应 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有可能 反而是陪了夫人又遮兵 也想跟你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跟六八连线的人相处啊 你会感觉到很简单 很轻松 没有什么压力 因为他们其实对你很敞开嘛 并且他会邀请你进入他的心中 甚至是跟你分享他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 你们的交心是真的 就是任何事都可以分享这件事情 是很真诚的事情 他确实是一个很值得交的朋友 甚至是在考虑要不要跟他进一步 有任何关系上面的改变 我觉得有六八连线的这个人 都蛮值得你给他一个好的机会 他们会因为想要跟你维持好的关系 更用力更努力的跟你一起去 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沟通方法 另外呢也希望 如果你正在跟六八连线的人相处啊 能够帮助他 不要变成人家的工具人或是备胎 要鼓励他当一下坏人 坏人这件事情是可以靠练习的 不要在外面让他觉得 对我们这一集告诉你 坏人是可以练习的 对啊 还是有人天生是坏人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不要觉得每一个人都要买单 或者说如果有人觉得你不够OK 那就不够OK啊 那又怎么样呢 所以你要在外面要有底线 要不然呢 外面的人会知道你是没底线的时候 就很容易会占你的便宜 真的不要期望每一个人都要喜欢你是六八连线的人 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因为如果你要成为这样子完美的人 他并不存在我们真实的社会当中 故事可能有啦 电影可能有 但我觉得在真实的过程当中 人都是有自己的私信和想法的 鼓励六八连线的人 没关系 做自己 因为爱你的人 一直都在你的身边 以上呢 就是我们针对六八连线的内容分享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个礼拜见